所有人不管你是藍還是綠 就所有在臺灣的 或中華民國人 你都應該知道 兩岸之間就是有 這樣子一個特殊的狀況 那對岸就是不放棄武力犯臺 好 那我們當然是就希望說 在武力犯臺 武力跟和平的這個基礎之下 就是武力也是一種對談的方式 和平也是一種對談的方式 有不同的方式可以選擇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 好好的對話 那對話之後 未來的兩個地方 不管政權 治權 還國家 會發生什麼事情 老這樣我不知道 好 但我希望維持 這個中華民國這樣一個 這樣尊嚴在 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 民主制度底下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期盼嘛 所以我們希望好好的去溝通 然後能彼此理解之後 未來會有不同的可能性 好 但是回到民進黨的立場 民進黨現在就是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 那你既然你敢嘴秋嘛 你敢在這個講話 講這些話 你說你講東西我知不知啊 我支持啊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我也是這樣想啊 那但是你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後你在你就直言說 所以講這個話 對啊 符合你的國家的利益 沒有錯 帥呆了 帥呆了 對 但同時也的確會激怒老共 你也知道 那我只是想要知道說 當你激怒老共之後 你要怎麼回應他 現在是不回應 像是他就直接把這個 就丟回國內 就是說啊你看 這個都老共錯 然後我們國內要 這個奮戰自主自強 但問題是我們的國軍 我們的國防部 怎麼樣面對這些軍演 老實說現在看起來是 完全沒有皮條嘛 如果今天真的好 常態性的變成 老共有飛戰飛過我台灣 每天都發兩顆 發兩顆不是在攻擊軍演的 那我就問 你們除了這個 對內一直罵 就是在台灣內部 一直在罵老共說 這個武力犯彈 這個威權體制之外 不斷嘴唇罵他們知道 你有什麼實際反制方式 沒有啊 我看不出你拿出你的武力來 就是拿出你的棒子來 有個惡霸拿個棒子要打你 我們國軍應該是說 我們會嚴密監控對不對 我應該沒有 沒有如果 哈哈 就很被動 就一項就是這樣嘛 嚴密監控對不對 必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 就是做一些這個回應 但是到現在為止 船也來了 飛機也來了 然後還沒辦法掌握 對方的整個 就一切都不知道啊 一切都不知道 那我就問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 擦槍周火 或是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相信我們有一定的 反制能力 我們要怎麼相信 我們國軍是有作戰能力的 包含他現在不當眼型 不當挑釁你 你都不敢有任何的反應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要怎麼對於 我們國防的實力 是有信心的 欸我真的要查一下 賴靖德今天有沒有行程 他不出來講個話啊 他今天總統府有 剛剛 呃 不能只有總統府 11點有發啦 然後我看完了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大家可以回去找新聞 因為就是 講一些 我認為是廢話啦 就是說什麼 大家國人要有信心啊 什麼之類 就是無痛不癢的話 但他也沒有特別的 台股咧 台股目前好像平盤吧 哎呦我的天啊 我剛剛看起來是平盤 好 所以呢 賴靖德你有種你帥呆了 你出來再帥一波嘛 快點 趕快出來回應一下對岸啊 你再回應對岸說 來 你就來 啊不然你 你不是一開始一直說到善意嗎 今天這樣圍起來 而且是連續兩天喔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這兩天 誰睡得好呢 對不對 大家都很擔心了嘛 你賴清德還有一個 橫山指揮所可以躲 不是嗎 我們沒有耶 我們只能躲桌子底下 跟躲地震一樣 對啊 所以人民真的很無奈 我當然覺得 現在台灣的政治環境 彼此極端的對立 越來越激化 我覺得對於讓國家的社會 不是件好事情喔 那老實講 從早期的侯友宜 到現在的路線市長 看得出來他們都在走一個 要希望一個 向中間靠攏的路線 嘿嘿 對 那我不瞞各位講啦 就是說我的政治屬性 跟我的個性上 我也的確是向中間靠攏 但我覺得 向中間靠攏它有一個 本質的區別就是說 它不是討好 它是要有一個立場跟價值在 就是說當你發現 兩邊都太極端的話 你要去拉一下 然後說真的應該說 我們社會大眾 比較接受的一個政治的 對談或者是價值是什麼 回到520 今天民進黨那時候 一直情緒勒索嘛 就是說你不到520 就是這個不想和解啊 然後這個國家的慶典 對不對 你幹嘛應該拋下 這個政治對立啊 好 在那個脈絡下 我覺得縣市首長 因為縣市長畢竟也是 雖然是國民黨的 但它畢竟代表整個縣市的民眾 那它有一定中立性 我覺得是應該的 好 那個時候出席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好 那個問題是 你到上禮拜五 就520之前的時候 朝野攻防成這樣子 對 民進黨表面上 告訴你說要和解 要和諧 但是他們打人 打成這個樣子 對 但他們在立法院裡面 他有要跟你和諧和諧嗎 而且他現在所做的 所有事情 什麼號稱 什麼白黑箱啊 然後什麼國會擴權啊 我待會會講 哪一項是真的 他們都是用片面的資訊 去誤導他們的支持者 然後甚至連 今天有新聞什麼 拿走表決卡 他們先放個新聞說 國民黨街徐憲英委員 拿走表決卡 實際上是什麼 其實是 邱憶營 對 實際上是邱憶營 跟民進黨的立委 要偷拿我們國民黨表決卡 把它躺起來 黃潔邱憶 好像有吳佩義吧 對 然後所以徐憲英 才把他搶回來說 你剛拿別人表決卡 對 如果那個時候 汪小林委員沒有錄影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被他們 這種錯誤的資訊帶著跑 然後錯誤的新聞不斷的出去 那我就問啊 你今天法案或價值立場 對立可以辯論 我都接受 那你刻意的用錯誤的消息 給社會大眾 你就是刻意的誤導啊 你就是惡意啊 那面對這惡意的話 你們真的有想要跟我們和解 好好讓國家進步的 這樣子一個心情嗎 當然沒有啊 好 所以當然我會覺得 當然五月上禮拜五 這個國會的工房產生那樣子 可能縣市首長520 已經確定要去了 可能安排好了 覺得要取消 可能 對 那我會覺得那就去的 好 那後續在議會問答的時候 我相信盧媽是不想要讓 這樣子的衝突再上升了 但我覺得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昨天台北市我們也在總質詢 台北市長蔣萬被問到說 你這個什麼描述國會啊 反質詢啊 然後你接不接受的時候 我跟你講 蔣萬昨天甩呆 新聞可能沒有出來 它第一個就是有民進黨議員提 我們台北市議會也做這個什麼 國會議會的聽政權調查權反質詢 然後受罰你接不接受 那蔣萬說什麼 蔣萬當然第二 當然說他就覺得 這是立法院他們這個 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他就問那個民進黨議員 說哎 你要提出這個法案 代表說你也覺得這個需要做對不對 所以你也認同國民黨在國會 提的這個什麼反質詢跟國會假 哇他真的反應好快喔 然後後來很多 然後後來就有另外一個議員就問說 啊 你們什麼 這一次什麼國民黨黑箱啊 什麼包裹表決跳過啊 說以前我們民進黨都沒有 那蔣萬說有 蔣萬說有什麼 當時勞基法修法一例一休的時候 你們就是這樣跳過 禁腹二讀然後強渡關山 因為他當時就是未還委員會的委員 對 他就是立法委員 當時立法委員 而且他就是招委 所以他完全清楚知道過程 所以被踢到鐵板你知道 那我意思是說 你縣市首長固然 這次立法院在討論的事情 當然跟你縣市首長沒關係啦 但其實畢竟你是 芝加市的市長 那其實盧媽他以前也是立法委員 那我覺得你可以從你 立法委員的角度 那去客觀的好好說明 現在怎麼樣 他或許可以跳出來講說 藍綠之間立委這樣吵吵 在那邊打架他覺得不妥 這也我覺得也是一種表態 因為的確 不管你知道我今天早上 還收到一個訊息 他這個我朋友綠營的 不是綠營的真正人物 就是綠營的支持者 他就跟我講說 他跟我講說 拜託你以後當上立法委員的話 不要打架好不好 他就跟我開玩笑 然後後來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其實看到立法委員 這樣子一直打打鬧鬧 真的不好看 他說這個不是針對國民黨 還是民進黨 他就覺得 社會上就真的覺得不好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這邊請下到我的地方 請下到旁邊Whole 請��